嗨,各位教授大家好,我是李翰老師 因為疫情緊張 我們補習班也都非常謹慎小心的應對 例如說進班,一定要戴口罩,量體溫,消毒雙手 這是一定要做的 如果有學生因為健康自主管理 沒辦法到班上課,我們直播也都準備好了 我們導師也會密切聯繫 我們直播的效果非常好 不管是我們的畫質,我們的音質,還有我們的四字教材都非常的OK 在網路這麼發達的時代,我們一定可以把東西送到你們家裡去 放心,絕對不會影響到學生的受教權 OK? 在這個困難的時刻,我們一起共渡難關 在上個禮拜,我們小六升國七的銜接課程的時候 有一位學生是我們在班生的弟弟 我們現在就請我們在班生的家長來講一下 對我們補習班的感想,請看 當初是有人推薦我們來這邊上課 當初是有人推薦我們來這邊上課 而且想說離學校很近 那這樣子,他下課果然會比較方便 我覺得還蠻用心的 七年級到現在八年級就有進步很多 我覺得老師就是補課方面都很積極 然後也很用心 我覺得應該是老師跟小朋友之間比較像朋友吧 沒有那麼嚴肅的,就是師生的關係的感覺 所以小朋友比較不會害怕或排斥 我覺得這個還蠻重要的 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讓小朋友來試聽看看 對,如果說真的小朋友的接受度很高的話 我覺得真的可以考慮來這邊上課 讓小朋友更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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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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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